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论世》 当然刘娜卓希和我在这里 和大家见面 聊聊天 今天我们想讲一下欧洲方面 当然俄乌战事是主要点 但是其实政治上 马克龙自己去了北京 其实有点给我的感觉 就是独自去偷欢 不理美国佬 不理其他人 独自去偷欢 但是这次有点不同的地方 就带了阿姨去监管 但阿姨去到便愚蠢蠢坐在那里 什么都没用 这个冯德来恩 就无端端被她秤了 但是呢 就坐在那里 看你们两个在表演 其实有一个镜头很特别的 就是呢 就是三个人站在一起 拍照的 但是呢 就看到呢 习主席呢 就站在中间 靠了去马克龙那里 那马克龙 当然就立刻 哇很开心地靠过去 但是剩下一个 冯德来恩阿姨呢 就自己站在另外这边 中间有了多一个人位 那个镜头呢 你上网看看那张照片 其实很有趣的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的 亲近的人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不理的人 这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 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 但是呢 我是想和阿刘兄谈一谈 就是马克龙今次去了中国 见了习近平 代表些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呢 如果是站在中国的观念看 这一次 马龙 你来呢 你醒了啦 就是你现在醒了 你现在充停了 是吧 实际上 这段时间呢 就是站在中国看 看欧洲就觉得 欧洲的领导人 为什么都不想想自己的利益 只是听着美国去指使的呢 那美国非常清楚 这个俄乎战争 打的时间越长 对你欧洲的伤害就越大 不单只伤害俄罗斯啦 射约俄罗斯肯定啦 有射约这个瓦拉兰肯定啦 但是你欧洲你不着数嘛 欧洲你自己不着数嘛 特别是你作为法国德国 历史悠久的国家 是非常之有影响你的国家 你特别是你法国 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设谋 你自己没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自己的利益 他说到明了 说到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没有理由跟着美国去走 是的 这个乌克兰我们都没搞定 为什么我们要去搞这个台湾呢 这个说话呢 非常忠肯 非常忠肯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回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在法国人 在欧洲人的眼中 今次马克龙去访华 又的反应是怎样呢 其实又看到 你知道我们看这些报导 便少不免都是英文的报导 世界上主要的英文的报导 基本上都是在踩马克龙 本土的亦都不是放得很大 因为为什么呢 还有罢工 其他方面所要的发生 所以马克龙如果是希望借今次 挽回一些声望 希望降低了国内那种反对的热潮 似乎又未必很成功 但是呢 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世界国家方面来说 这一招呢 他是得到一些分的 但是在国内有没有分看呢 对不起了 我找不到多少在法国的报导 是赞他的 大家的焦点似乎都是放在来政那裡 就不是放在外交那裡 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 还要慢慢浮现出来 很简单 马克龙这次拿了一张大订单 哇 波音口水都流了 波音现在其实很想的 很想他自己都来中国 拿回抢订单 没理由现在的订单 给了这个空客 空中校车给了法国 那这个订单 其实你如果马克龙 可以帮那些罢工的人说 喂 你看看 我又帮你们带来了工作 带来了未来的利益 那我们将来法国怎么行呢 当然 国家与国家 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 实际上 你中国 法国的两个人关系 都建立在一个经济基础上 为何这次马克龙 马克龙去最后 在广州离开 因为广东这里很多 法国的企业分子 大亚湾是连载 原来是一个法国的 标志 法国的标志车 又是法国的 马克龙非常清晰 未来中国的经济是继续发展的 中国和法国 在经济合作上 法国才能够得利 那你冯德罗欣 自己这一次 他其实原来是非常反话的 这一次都改变口径 哇 这个欧洲不能够帮中国脱欧 那因为去年叫停了 中欧投资协定 那很久 将来 其实中国不急的 在这个问题上 投资协定其实是对欧洲着素的 中国无所谓 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 这个产品是有竞争力的 去哪里不杀食 去美国到处都可以 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不急 急的其实是欧洲 欧洲希望 签这个中欧的投资协定 是保护了欧洲的投资者 是对它有利的 所以我判断是 将来很快这个都谈回 实际上 欧洲你帮中国合作 你的经济利益是在的 我又怀疑一样的 德国就去了 德国走先 西班牙又去了 如果你几个欧洲大国 下一个会不会是意大利去呢 西大巨头 当然了 波兰的 打到前面都没有人 你站不住去 你不要说东欧的小国 其他什么 陶宛那些 其实你是放在一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德国关门 没有什么公布 但是说了什么 和中国之间 大家的商讨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慢慢慢慢慢慢 也可能欧洲支持乌克兰 就是有名无实 慢慢就是这样 也都因为 其实大家也都会看到 俄乌战士应是进入最重要阶段 很快 到时大家是怎样看的呢 和中国有些什么 中国提出了12点的解决方案 到时谁去拉在一起 大家要说好 美国佬又说了 不理睬他 但是这几个 大家是很吊诡的 所以我其实很留意到 马克龙还帮习近平 有一次长谈 长时间谈 是不是在广州 是的 大家听着高山流水的鼓琴 喝着最好的茶 鼓琴呢 鼓琴呢 就是避免别人在那里 声浪就咳了去 让你可以偷听不到 我们就华山论世 我觉得两个人的长谈 这次才是厉害 是的 是谈大小的 上次我留意到 这个习近平帮普京 又有四个小时的长谈 是 又没有公开的 好像说那个长谈 很多人都卖不了身 只有他两眼 最后 这个习近平离开 这个莫斯科的时候 就对普京说 这个又放了出来 就说 现在这个百年大变国 我们要共同加速 即是说 我觉得 习近平帮普京 就谈了大小 谈大小 一定谈到 喂 美国其实现在 衰落 这个我觉得 习近平帮 法国同样谈 喂 将来世界的大小 是怎样发展的呢 喂 还是美国独霸 还是说 你欧洲应该是 你欧洲作为多极化的极 你一定要站起来 我想一定会谈 这些大的问题 我认为肥国有个心有点痴痴 因为不开心 有说 马克龙当自己是大高乐 大高乐做什么呢 就是脱离了北洋 当年 就是自己法国发展自己的军备 这个马克龙 即是法国 不要说马克龙 一直都说 欧洲军 即是欧洲自己的一个军队 他控制军队的概念 会不会又跟着 在这里可以发展下去呢 但是看他在法国目前 见到内部的问题 似乎他的政治能量 就不够他外交能量那么强 但是 跟着下来 他要搞定 在欧洲或者他自己本土的问题 也都不是容易 是 但是 其实 很多人 我看见大陆那些网民说 马克龙回去 可能有变得这么烈 的确认 欧洲议会 我看回 就只有十几个议员 联名反对他 但是你知道 十几个议员 十几个议员 很多人 但是欧洲要很多 佔的比例 好像二十几人 好像二十几人 很小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一次 马克龙临离开中国的时候 对记者说 喂 我不保护自己怎么行 美国搞了个什么法案 减少通货膨胀法 全部都将这些东西 全部都将来 害我们欧洲 害我们法国 我们跟着法国 又跟着出台方 几个法律 去防止这件事 实际上 你现在 你美国的霸权 根本就是 只有 唯我独尊 唯我的利益 唯上 你侵犯到法国利益 侵犯到欧洲利益 人家真是傻的吗 是的 这个可以解释一件事 美国是最不怕OPEC加价 减产是最不怕的 因为美国基本上 它石油生产量 是乘机提高 如果油到80美元以上 一桶 对它来说肯定是很正的 但是对欧洲 就真的是很惨 所以 如果大家看个别的利益来说 欧洲的利益 是跟美国的利益 在经济上 并不一致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欧洲 开始想想其他东西 是应该的 是 因为这次俄国战争 使得欧洲 断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特别是北溃管道 也没有了 被迫去买美国的高价能源 天然气和石油等等 这次对欧洲很伤 欧洲一定要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更聪明的政治家 你要想想 我怎样能够去获得最大的利益 最有利益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我买不到俄罗斯的天然气 我是否真的只能够买美国 其他要走一条路 是的 不过我觉得 接下来 可能是 这个欧乌战士 亦会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决战 大家在报纸上也看到很多 有说法 乌克兰有大概九至十团 大概四万多五万的军队 在外国 主要是英国、波兰接受训练 装备 现在已经开始上国了 有四万多人 准备进行大返工 但是你又看到俄国现在等着 等着雪茸困坏了 那些地的雷零又不再的时候 他又可能大返工 大家就等了 你又说你赢 他又说他赢 到底今次的大会战 到底是谁赢呢 如果乌克兰这十个八个战斗女 然后扔进了战场 很快就被消耗尽 那问题来了 你还有什么兵打呢 俄国还有 现在还有三十万人 在白俄罗斯其他地方 还扎住在那里 还未进入乌克兰 换句话说 你是孤注一阵 他手上还有兵 但是今次一打之下 究竟是谁打赢呢 打完之后 还是否可以再打下去呢 这样看法 可能俄乌战士 经过这次大会战之后 可能很快很快很快就要完结了 因为再打不下去 实际上 我又看外国军事家的评论 实际上 你这个 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受训的 乌克兰这八到十个女 你实际上 没有什么战斗力 你觉得是吗 是的 因为没有什么战斗力 你可能装备得很好 可能有炮尔坦克 可能有美国M1都来到 但是你一个部队 有没有战斗力呢 你是要经过千锤百年 你要打过 要形成一个战斗 你从你的最高的决策员 和你下面的各层的指挥员 他的战斗骨骼 你包括你的班长 班长带你冲锋才行 你没有的全部都是新兵 去到战场 都不知道 东南 西 北 你打什么 没得打的 所以你很多 你看到很多战争 很多战役 你一支部队 比如说上金岭 15军 15军 整个C打几个人 但是这些就是战斗骨骼 他补充一些新兵 这个又是一个 他带到他们 是的 就算 看回这个 古时候的军队 牛膏那支 大家夹着 一起射箭 都是可以顶住 所以一个军队的战斗力 他真的要经过战斗 你说好像美国 其一师 其一师就是其一师 其他人 你就是 没有他的战斗经验 没有他的战斗传统 你随便去抓一些新兵 去英国训练几下 就上战场 就准备反攻 不过这个也是很难说的 大家都是去到最后一击 我自己各地 去到最后一击 或者今次打完这一场仗之后 俄国和乌克兰 都可能又跟回习近平主席所说 大家和平 那问题就是 到时你打了多少 我又占领了多少 但你还能不能打下去呢 到时美国可能都要接受一件事 就是说 就是扎林斯基 是再不能打下去了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 你始终有一方面 是打到自己觉得自己很难捱下去 才可以和平 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不过接下来 我们又会很仔细地看着 这个乌克兰的形势 再和大家报导 是吧 华山论势 就是这样 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有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任何新片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任何新片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